底下我們看C題7-5的第五大題 那這一題是跟第四大題是類似的 我們一樣要求一個 這個 這個 一個面 一個面 那我們要求它的一個切平面 切平面 然後它是 通過 這個 面上面的一個點 叫P 125 這個點 同樣我們這裡 會把這個 z移過來 0 那我們就取 這個f of sy 就是x比方加 y比方-z 那 這樣子這個函數等於0 就是這個面 好 那我們現在要求的話 就是因為我們要求這個 切平面 我們需要髮向量 髮向量 髮向量 阿髮向量的來源就是這個T度 T度 那T度的來源就是 這個 函數的 編尾 編尾 好 所以我們這裡總共有三個 s yz s yz的編尾 所以我們就針對這個函數 求它三個編尾 好 啊求出來我們現在針對的是 125這個點 我們就把它帶進去 就可以得到 這個是 24 4 -1 這個就是我們的 髮向量 髮向量 那現在我們給定的點就是這個 所以我們有這個髮向量跟這個點 我們就可以 得到 這個切平面 就是 2 這個2 乘上 s 減掉 1 然後再 加上這個 4 乘上 y減掉 2 然後再來就是 負1 負1 乘上 g 再減掉 這個5 那整理一下 就可以得到這個式子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一個 切平面